在这个邪咒而杀 有没有鬼我们都看不到啊 下评的是差处生 第二呢 不道戒 不道戒 二十六页 杀生简单介绍 不道呢 戒也说金银 重物 一字一针 一个金再一个弦 就是我们的针 穿针引线的针 跟我们这个针是一样的 古字是这个字吗 那我们现在 是另外一个十字的 一个金再加一个十 那就是现在的针 一字一针 一炒不得 不语 就是别人不答应 就是不语 不语而起 就是别人没有给你 你就拿 不得不语而起 不语而起 对方不给我们 没有答应给我们 你就拿 就算贩子偷盗 中间 若仓注物 就是身团的东西 若信使物 也就是别人 不识给身团的 若身中物 也就是出家人的东西 若官物 那么政府的 若民物 一般人的 只有一切物 二十七页 倒数第三行 或夺取 夺取 就是抢 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 抢银行 李斯科 破台湾的先例 李斯科 有人还把李斯科 雕成一个塑像 我说的 神经不太正常 李斯科 大道李斯科 底下写个 大道李斯科 崇拜他 有病 或夺取 或却取 然后却取 偷拿 或榨取 用不正当的手段 骗 叫做炸 乃至 偷渡 冒税 偷渡冒税 这个最多 偷渡冒税 这个最多 怎么样 漏税 过海关的时候 漏税 漏税 在这里 劝告你们 你出国的时候 不要常常到免税店里面去买什么 买那个XO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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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这个免税店买那个 回来给人家喝 经典里面讲 五百四五手 五百四的人没手 拿酒给人家喝五百四五手 说师傅那五百四五手是不是被人家砍了 被兄弟剁了 做掉了 不 不是 像蛇啊 像蚯蚓啊 他就没有手 知道吗 意思是五百四五手就是畜生啊 所以你们以后出国 买买化妆品回来 送给你的妈妈 姐姐啊 你的老婆 这还情有可言 对不对 你买酒回来 因为你麻烦很大了 还要漏税金 漏掉这个税金 冒税 这个难免的 一定会漏税的 我话讲回来 我今天是出家 今天我是 如果是大公司的老板 我也会想尽办法漏税 因为这个是全台湾省的 不是只有一两个 但是我们现在学佛 知道因果 我们尽可能 尽可能 不过讲归讲 还是会做外账跟内账 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正常的嘛 no more 前台湾省哪一个 没有做假账的 你叫他跳出来 站出来嘛 你站出来讲嘛 哪一个没有 哪一个都不想漏税的 对不对 没有办法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的 招会给你的呀 招会给金户杀掉 加重十倍呀 金户员呀 那也没有办法啦 都是偷盗 都是偷盗 还有人很厉害的 打电话免费的 电话拿起来 他很厉害他不想要弄什么东西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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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 还有用金融卡 盗灵 帽灵 无受不计者 太厉害了 用那种才干来写佛文也不得了 二十八页 经典记载 一个沙咪到了常驻的国七美 一个沙咪托了大众生的饼数个 一个沙咪到了大众生的私密少分 通通堕地 就是起悼心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不能有悼心 为什么偷出家人的钱 最横重 因为常驻的东西 它体骗十方 体是骗十方 所以我们吃饭要打板 打板就是包括这些虚空当中的圣贤 阿罗汉 菩萨 诸佛 都闻到板身 都知道我们吃饭的时间 常驻物是因为十方布什来的东西 布什来的东西 你有一份我也有一份 只要是十方来就十方去 所以道出家人的东西最横重的 所以说 所以说五逆十二 我有可救 那么 唯独到生物 我不能救 佛就在戒力里面讲 只有偷拿出家人的东西 佛没有办法救你 千佛出世 不通忏悔 那罪过很重的 因为你是道十方的东西 你一个人 一块钱 全世界的人就五十七亿 那么诸佛菩萨 是近习宫界骗华界 无量无边 所以道一 就是无量无边的罪 因此因为体骗十方 所以不能偷拿出家人的东西 所以因此你们小时候 有去世历跟台湾奶子的 台湾娘婆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不然去菜市 如果在买菜 肯定放上两只肠 肯定放上一只寒族 尤其是偷拿出家人的东西 台湾追割 要赶快拿去烦 要赶快拿去烦 看你在哪里套偷 赶快拿去烦 如果说从小 有到出家人的东西 又记不清楚在哪里 拿来文书讲堂也可以 这是事实 因为是十方的 知道吗 十方的 那就关照 是十方的东西 那么我拿来文书讲堂 就忏悔 我观想弥补以前的 因为如果找得到 一定要找到那个地方 找不到 就体骗释放 一粒平等 那就赔偿住的 不过以前拿了两百块的东西 你现在要赔的是两千块以上 要十倍 要生利息 那生利息 所以经典说 您就断手 不起非财 宁愿这个手 断了也不拿 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 亦可不介于 犯戒要见 三十一页 犯戒要见 三十一页 第一个是有主 就是有主人的 叫做有主 有主人的 有主悟想 有主悟想就是 你明明知道 它是有主人的 你明明知道 不是悟取的 第三 其道心 你明明知道 那是别人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偷拿 第四 用道法 用种种的方法 偷拿 第五 支五钱 支五钱 那么以前的 这个支五钱到现在 也没有办法 肯定说 到底多少钱 两千多年前的支五钱 不得了 到今天来讲 如果我们 也把用现在的台币换算 大概几千块吧 我们也没有办法 一个肯定的数目 第六 举离本处 举离本处就是离开 离开 你说我 我跟人家偷拿这个毛巾 这佛教介立的 这个也介立的很可爱 很可爱 有这样子 我要偷拿 我偷拿 我偷拿这样子 这样 这样还没有犯戒 为什么 还黏一点点 这还没有举离本处 还黏一点点 不算犯戒 想想看 不能偷拿 放下 还好没有犯戒 没有举离本处 最后 在关卡还在挣扎的时候 要不要拿 离开 零点一公分 麻烦大了 犯偷到戒 举离本处 这个戒离还蛮可爱的 开园 开园 哪一种情形 不算犯偷到戒 一极强 可能是给我的 毛巾放在这个地方 你拿就拿走了 这个毛巾可能是给我的 第二呢 极有想 极有想 就是说这是我自己的 极有想 就拿错了 比如说下大仪啊 大家伞都放在外面啊 大家都是黑的嘛 出去拿 误拿 认为这是自己有的 第三呢 分扫 分扫比如说 在公园啊 或者路上啊 捡到一个铁罐啊 结果那个铁罐是人家要的 我们把它拿回来 我们以为那是不好的 人家丢掉了 垃圾想 不过 你不要 去那个 黄金店 钟表店 放在 放在桌上的 啊 我做分扫想 那个分扫想是真正的 没有价值的东西 不是你自己乱观想的 哪有这样子的 第四啊 暂用想 暂用想 暂时用一下 比如说 你到人家的房间里面啊 需要用到笔啊 把那个笔拿起来 暂时写一下 放回去 那个没有关系 暂时用一下 这不是算 我们要偷拿 第五 亲后想 亲后想 比如说你到你的朋友家 一开电冰箱 你就把人家水果全部吃光了 吃光以后 你的朋友生气了 你说哎呀 你生什么气 对不对 亲后想吗 我跟你很好 这个亲后想 还很不容易做到 要真正的亲后 是你自己跟人家好的 还是人家 人家真正跟你很好的 对不对 去到达 这样一种 一种东西 整个冰箱都吃了了 然后告诉你 亲后想吗 第六 悟取 悟取 那这个都不算 犯头道戒 三十二夜 如果你们能够来 我们这里出家 那就更好了 出家的话 那不得了 一下子 我们这里要收一百个 一下就满了 也不可能 我收你们这些 还得了 明天外面的一宗 找我吵到外面 吵到我 叔叔 你帮我出来 你人在这 你人在这 我都在搓回来 搓回来 我妈想就吵 吵又在这儿 不可能 有两个出家 三个出家 已经不得了了 去年我们这里 短情出家 留了三四个 很不容易 有三个 他一听就叫我出家了 调查一下你们要出家的几手 一个 两个 不得了了 两个 今年这趟出家了 待会儿 待会儿 我说 阿叔啊 那个时候我举手 是因为太冲动了 现在不敢了 出家好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其实真的有一年出家 还是要走这条路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出家的话 你五十岁六十岁 你还是要走出家路线 你相不相见 要不然你走哪一条路 你跟我调查看 你想要继续六大轮回吗 体系摊这个五一六成吗 有什么好摊的 对不对啊 到最后你还是要走出家路线 那以前要出家 等你五六十岁出家 那不如你现在开始出家 到五六十岁 你已经出家二三十年了 不得了啊 解约 第三 不赢 不赢戒 在家就困难了 在家就困难了 三一 不赢 解约 在家五戒 为之血影 出家十戒 全断延益 就是你在家人五戒 那是不准你血影 除了夫妻以外的 出家呢 那就要全断延益 时间很短的翻过来 翻过来 但干犯 时间一切难你 性命迫切 三十五月 那年经 在宝莲香 比丘里 私情妍疫 自己说 妍疫非杀 非偷盗 无有罪报 因此 赶得生出门火 生陷地 为什么 为什么 夫妻要治这个 不赢 你说你杀生 你也伤害到 对方的生命 例如说 你偷人家的东西 那么 让人家破产 人家很辛苦地赚钱 你伤害人家的医报 是人家没有饭吃 这个都不好 为什么说 犯了难尼 为什么 佛制的这条戒例呢 因为这个感情跟欲望 是生死的根本 是生死的根本 什么叫生死的根本 也就是很难入道 很难入道 这个我们反复啊 要断这个感情跟欲 是非常困难 到目前为止 除了正阿罗汉果 没有一个有办法 除了正阿罗汉果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阿罗汉果 我们呢 这个 控制我们的念头 把它很平淡地去处理 很平淡地 所以说出家好修行 因为我们有个环境 没有这个因缘 我们有个生团来保护我们 你在家就困难了 在家就困难了 对不对 你在家 比如说你结过婚 你结过婚 像广化法师说的 这条戒最难持 因为那是双方面的事情 双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 你今天来听经文法了 你知道要持这个清净戒 那问题你老婆要不要 你输家的老婆要不要 你回到家的时候 你如果明年想要 再来继续短期住家 你回去你不应付行吗 对不对 你老婆说 好不好 那你说 我去出家过 短期出家 感叹 感叹 他还给你叫几名 好吗 那人这种的 怎么会比较要求 对不对 就勉强 勉为其难了 然后内心里面又很难过说 哎呀我们短期出家过啊 这种事情 怪怪的啦 可是你不跟他在一起 所以你的老婆又说 你外面有你能 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说 老婆上说 这条子很难 这个双方面的事情啊 要不然就会产生这个家庭的纷争 那这四人翻过来啊 三十六页 四人 因意杀生亡家 出俗为生 即可更犯呢 三十七页中间 生死根本 意为第一啊 所以经典说 虽 言意而生 不如真结而始 三十九页 一 可不介意 我们四十页 四十页第一行 第一行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欲界 迎行啊 欲服迎心 我们要调拂我们盈欲的心 迎心如果服了 便不换迎 其实自古以来啊 所有的高三大德 都把这一条界列为最难 最难断的 因为它是非理性的东西 一个人 到了某一种成熟的年龄 他自然而然 他就有这个 性本人的冲动 这个欲望 所以他生生代代一直延续 无始结以来 就是因为欲望的存在 欲望的存在 所以这个 虽然讲归讲 但是很不容易 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因此 如果说我们没有 就一下子没有办法 尽可能保持 愿离 愿离 但是你要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 以前呢 有一个人 来我这里受八观再接 八观再接那天 只有一日一夜 八观再接 那么不赢嘛 他先生是 他先生是 驾准了 驾准的了 然后 他先生 他受八观再接那一天 他先生刚好回来 这麻烦大了 回来你知道了哦 这麻烦很大了 怎么办呢 你不厌恶他也不行 要厌恶他 今天八观再接 他先生是持九观再接 他根本不甩你的 硬着要 麻烦大了 那一天他就很固执了 零可死 那么也不犯 好了 第二天来 像熊猫一样的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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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不容易 欲望相当相当难 底下 法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 若有众生多益盈益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变得理益 观念法门 若有男子女能多贪色异 吉祥如来马因长相 一心即止 九想观 宜人生其意 九种观想 迎心即除 比如说观想一个人死 死了就膨胀 障于就是欧千 第四就是坏 第五就是血图 慢慢地流出血 第九就是隆难 第七就是虫淡 第八就是善祥 第九就是白骨祥 白骨祥 九想观 我教导我的一个学生 我说你要做九想观 他回去观观观观 后来见到师父 我说你观讲得怎么样 所以我每天都在观 每次都没法度 每次都没法度 也真认真在观照 就不知道 也没法度 但现在念得很感应 也没法度 你看 孩子很不容易 所以 那么现在 最后再来就是不静观 什么种子不静啊 住处不静啊 志向 志向就是外在啊 志体就是内在啊 那么毕竟不静就是内外 通通不静啊 我告诉你 这个都没有作用 只有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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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 唯一的一个办法 远离 其他没有办法 你可以带百万大军 去打俄罗斯 打美国 可以上战场 通灵百万大军 但是判到这个就是 断了盈役的几手 连心 包括那个心念 几手 你马上几手 我马上跟你顶礼 因为你已经在阿罗汉国 你几手我就马上跟你顶礼 为什么 那在阿罗汉国才有办法嘛 开玩笑 Are you kidding? 你开玩笑吗 这个最关断了 那开玩笑 生死就已经了 不可能 我们教授常常讲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慢慢来 慢慢来 远离 所以刚刚说 罚信出家 才两个 我不太满意 我如果把你们全部留下来 一百个 哇 是台湾神的轰动 不得了了 一百多个出家 犯罪的要件 犯罪的要件 第一个 是众生 人神鬼畜 是正境 只有是境界 第三有染心 第十其方便 就是手段 第五以境和 就是能力 结合 开言 哪一种情形 开言 被人强奸 险非何奸 有 这个经典有记载 这个经典有记载 有一个比丘在睡觉 在睡觉 睡觉的时候 睡觉 睡了一个营意心 一起来 睡觉的时候 抬头挺胸 你听得懂就好了 讲经说我还不能讲得很明显的 抬头挺胸 没有别人说 只有这样讲 有一个女众 在家的女众 因为比丘长得很庄严 她看到这个抬头挺胸 这机会来了 就把她套上去了 套上去了 套上去以后 这个比丘一起来 你怎么给我套上去了 要追 要打她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结果那个女孩子 跑到这三崖 一下子冲到三崖摔死了 我又犯杀戒又犯阴戒麻烦大了 就请教世尊 请教这个世尊 请教一些比丘 然后他讲 这是无心的 这是无心的 被人强奸 也有啊 南宗被人强奸 也是第一次听到的 南宗刚才看不见很强奸 一看他扣起来 他怎么可能 第二本无淫念 显肥贪婪 第三不受乐想 受了几犯 所以因此 这一条戒 讲到最后 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保持一个距离 远离 其他没有办法 其他没有办法 时间太短了 没有办法 把这个戒例 讲得很清楚 很对不起大家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出家一定是比在家 好休闲的 下课 今天你们的短期出家 进入第三天 你们所能剩下的 也没有几千 有的人 也会产生 很大的法喜 有的人 一直看表 怎么才第三天 心境不一样 根气也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 要从第41页 不忘语界 这个沙道言妄 是佛教列为 世大的根本仲介 尤其是第四条 这个不忘语 这个差不多 每一个人 都很容易犯的 这个不忘语 包括了恶口 其余 两舌 忘语 只要是口业 通通叫做忘语 夫妻之间 为什么会 弄得 不可收拾 因为 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 口业 声团 为什么会打乱 就是 挑拨 你间 人 为什么 惹上杀身之后 就是因为 这只嘴巴 不懂得 收敛 不懂得 收敛 人习惯于 自我意识的 批判 而很轻易的 就去攻击 别人 揭发人家的 因此 最后惹来了杀身之祸 我们不能心存仁厚之心 而以养天地之德 人应该存着仁厚之心 看到众生的过世 我们同情 我们灵敏 这样 以培养我们的德 那么 这个口业 妄仪界这条界 很不容易持 很不容易持 为什么说 很不容易持呢 因为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 自己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动不动 就批评别人 动不动 就挑拨离间 也就是为了一点 私人的利益 也不知手段的 去陷害一个人 或者是 为了我们一点 朋友之情 你们两个人很好 最近都有很冷淡 那我要怎么样 把你拉过来呢 我一定要讲 另外一个人的坏话 那个人你跟他做朋友 多坏有多坏 然后 让他两个产生排斥 然后 变成 我的好朋友 所以为了一个朋友 又造了 不习地造了这个 妄语恶口的 这个口业 你们是在家居士 来这里 短期出家 也不能算 真正的出家人 佛陀的字的介力里面 出家人 是出家 男众可以出家七次 有的人问 师父 那我们这次算不算 不算 这次怎么算 你根本就不是发心 真正要来出家的 人家是真的发现出家 而在 父母亲没有人奉样 他会饿死 他家庭有很大的困扰 然后他舍戒还属 这才能算是一次啊 你们第一天来 就知道第七天要还属 不能算出家 你这出家一百次 也不能算 不能算 对不对 你这个算是暑假战斗 已经差不多 这哪里算出家呢 不能算出家 这个问题 问师父 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认为 这个不能算出家 对不对 你留下来 那就算是出家 不留下来 对不对 一直念佛 一直想老佛 这不能算出家 所以说这个恶口 比较会讲话的人 又管你人 那也必须要先打妄语 所以这个妄语 就是一切恶业的开始 这就是妄语 一切恶业的根本 我常常很诚心诚意的 劝告我的徒弟 你说一切戒 你暂时放 暂时停止 你第一条戒 先给我持戒 沉默 寡言 所说 都是依法 你先 这样子 先 先不要说你持戒 有多清静 先学习这只嘴巴 不要造口业 这样行吗 先不要造口业 尤其是我们在家居士 很容易就犯到忤逆是恶 有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两种人不能往生 第一个 道生起悟 偷拿出家人的东西 以前你老去世 要跟老板 硬硬硬的 我先拿钱去跟背 千佛出师 不通忏悔 第二 就 棒佛 棒法 棒身 棒三宝 不能往生极力的世界 这个毁棒 会断众生的慧命的 比如说 某某法师 不太好 那是他一个人的因果 对不对 他一个人的因果 然后你去跟人家讲 哎呀 这个法师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然后他就说 所有出家人统统不好 那你麻烦大了 那你麻烦大了 你说 哎呀 他本来要来听经文法 来听这个法师开示 哎 你跟他讲 你不要去哦 那个法师多坏 怎么样不好 哎呀 怎么样子 坏习惯 怎么样 他听 完了 我所经养的这个 法师 给他讲起来一文不值 不去 不去学佛了 你麻烦大了 你断众生的慧命 断众生的慧命 所以 雍正皇帝 有一句话 大居士 不延伸过 真正一个大居士护法 他绝对不讲出家人的过失 大居士 不延伸过 真正一个了不起的在家居士 他绝对不会讲出家人的过失 他能够发心出家 那已经不得了了 我们做一个在家居士 事实上我们不够资格 我们不够资格 大居士不延伸过 那么就是不妄语 这条界 我认为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界力 非常重要的界力 我们修行入到第一个根本 我认为是考验 你说 我今天不杀生 不杀生并不困难 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不偷盗 不偷盗 凡事不是我自己的 我到寺庙去 去打电话 我也付钱 反正我每次到寺庙去住 住一天两天 用到水 吃到饭 我就供养常住 两百块 你自己斟酌 永远不会拖到常住的 第三 不血淫 不淫义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就不可能 你这个不妄语就很难了 很难了 两个人一做 一讲起话来 全世界人都不对 一讲起来通通不对 那是怎么样坏 那是怎么样不好 说起来全世界一最高 这个坏习惯的脑毛病 不改的话 你不能录到的 我们现在要转变过来 你永远对 我永远错 把所有一切的逆境 都认为是我们成熟过程当中 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 别人骂我们不好 批评我们不好 他有资格 够资格 我们不够资格 他是生死的凡夫啊 他可以造业 我们是些圣贤的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 说这个人没有那么好 你每天赞叹他 他不会成佛 这个人 你没有那么坏 你每天毁谤他 他不会多第一 因果自然有所定夺 那么 如果说 因果 善因有善报 恶因有恶报 既然因果自有定夺 我们又何必 麻烦我们这只嘴巴呢 你是用天眼看 还是用佛眼看 你如何判断一个人 这是对 还是错呢 就像提波达多 一直要害佛 结果人家是四地菩萨来实现的 是四地菩萨来实现的 释迦牟尼佛在法法经 还授极他将来会成佛的 也不得了的 所以说 现在逆境 你的面前的一切逆境 你口不出恶言 口不出恶言 实在是忍不过 你保持远离就好 你不可以 以恨仇恨 恨他 不可以的 所以这只嘴巴 是一切恶业的根本 你骗你能 对不对 你们在家人 你要骗你能 你从哪里 我是什么 毕业的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一定要先打妄仪 你才能骗得到手 要不然你怎么骗呢 对不对 这个妄语 他就什么恶业 通通是这只嘴巴 有一个小孩子 有一个小孩子 他 这个 不得善缘 他这个人很坏 大家都不跟他玩 然后有一次 他很生气的 跑到山谷里面 就讲 大声的念 我恨你 然后我那山谷 就回应了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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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更伤心了 我只有讲一句 我恨你 他们那么多人都骂我 他们恨我 对不对 然后他很伤心 很痛苦 就回去告诉他妈妈 他妈妈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来来来来 我教你 你现在改变一下 你念 我爱你 然后就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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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讲一句 我爱你 大家都爱你 你看 你所有的回应 通通爱你 说 哦 我们这只嘴巴 口出恶言的 以恨 没有办法止恨的 在这个世界上 爱比恨更强 就是 用我们的爱心 慈悲心 他才能够解决这个仇恤的 一个伟大的人 他不是会讲话 是具足有慈悲心的人 才叫做伟大 要讲好话 大家都都会很会讲啊 你讲几话来 他都好像他是圣人 叫他忍让一下 他做不到 这不是一个真正有修行的人 真正一个大修行的人 要密外一辱 他嘴巴能够讲慈悲 他内心里面 要真正的做到 无恙 无恨 没有恨 那么没有恨 你心里就摆平 摆平的话 嘴巴就不会抱 牢骚抱怨 所以人家说 不平则鸣 你内心有所不满 你牢骚抱怨就起来了 对不对 不平则鸣 你就会叫 你不满这个世界 你就会呱呱叫 因此 你们来这里短期诸家 你如果这七天 这七天 如果你听今天师父一句话 我现在要告诉你 你要永远居住 永远居住 只要伤害对方的自尊心的话 永远不要说 你今天来这里短期诸家 你只要学一句师父告诉你的 你用什么语言 能够让众生欢喜先 众生欢喜 就诸佛欢喜 要记住这句话就好 你知道这句话 讲出来会伤害他 也不要讲 我们嘴巴 所讲出来的话 通通有慈悲心 有爱与 不是诱拐哦 不是骗你呢 爱与你 讲到最后 讲的你能死气活来的 那不是慈悲心呢 那是束缚啊 你先学这个 那就不得了了 七天的短期诸家 就够本回来了 就够本了 我这句话里面今天来写什么 学习所说之语言 都是依法 都是令众生欢喜先 都是令众生欢喜先 很容易的 并不困难 我碰到坏的我不讲 这总可以吧 我有潜力不讲 所以我们文书讲 不讲是非 你是用天言还是用佛言来判断是根非 你不够资格的 不传是非 也不听是非 也不传是非 是非不可听 每一个人都有独到的意识状态 听拼命之词也不会准的 那么你这不能入乎口 入乎额就出乎口 你在搞不清楚状况之下 你就把这个好的坏的 你就拼命地传出去 你怎么知道他是对的是错的呢 你有亲眼看到吗 你有天眼吗 或者是你有佛言吗 我们既没有亲眼看到 也没有天眼的判断 也没有佛言 那你如何判断一个人 是跟非对跟错呢 对不对 没有办法的 因此这个不妄语啊 包括一切的口业啊 统统停止 否则你生死不了 生死不了 这个冤枉 你这次短期出家七天 如果你这七天 不写口业清净 你往后所造的恶业 那真是无量无边 你们回到家里以后 你们当然要清净三宝啦 你回到身旁 你回到你们师父的身旁 你不要看你师父的过失 你怎么知道 你师父是不是圣能呢 你用这个心 你把你的师父当作是圣能 你就好了 是吧 你都认为他一切都是视线的 所以要受戒 要得戒 要把戒士当作是圣能 为什么 你把他当作是圣能 以其你把他当作凡夫 你的烦恼 不如把他当作是圣能 把他当作是圣能 我们可以得到清净心吗 我师父是圣能 我师父是圣能 你把你师父当作是圣能 那你就清净心了吗 这是得戒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要把你的戒士当作是圣能 永远不见识过 那么 你就不会造活业啦 好 翻开四十二页 有了这些大前提以后 我们讲起这条戒例来 因为这条戒例很重要 所以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那其他的后面 什么不饮酒 不相花慢 不相于徒生 那个念一念 你就知道那些什么 那这条戒不可以 这条戒是一切造恶业的根本 而且是生死的根本 这条戒一定要很重视 第四约不妄语 看中间 解约妄语有识 第一个妄言 为以识为非 把这个对的当作是错的 以非为识 把不对的当作是对的 见言不见 不见言见 虚妄不识 这个太容易犯了 常常有某一些出家人 一讲起来 这正阿罗汉国啊 或者是 他是怎么样菩萨在来的 他是加色佛在来的 然后他是什么 摄里佛穆建林在来的 一讲起来 东东是正什么国 什么国 这个要小心 这个叫做不是小妄语 这个叫做大妄语 为了名文立养 出家人打妄语 讲正果说 还得到一点供养 还有一点点利益 你说我在家即使 随时便便讲 我正阿罗汉国 你得到什么 人家这样 你不得了 你正阿罗汉国了 你又不能接受人家供养 对不对 然后时候又堕地 为了人家讲两句好话 然后就打妄语 然后又堕地 大妄语嘛 你讲你正阿罗汉国 你又没有正菩萨国 你麻烦大了 这个讲话不讲话 都一样哦 这个妄语不包括嘴巴 用手势也是大妄语的哦 比如说你刚好在挣苹果 你在吃苹果 吃苹果 吃苹果 汇利瓦斯啊 你有没有正阿罗汉国啊 你就指着苹果给他 你正阿罗汉国啊 也是犯大妄语 你不要以为你不讲话 你之后就可以逃避这个法令 只要他认同你 钱能领解 对方接受你的观念 你就犯大妄语 这大妄语的 这个不得了的 美国有一个老和尚啊 他说他住的地方 没有大地震啊 他住的地方 他说他只要他住的地方 都没有灾难水 灾风灾 大地震 结果就就经上大地震了 三番四十个就大地震了 我们讲任何的法 一定要以法 不行就讲不行 不行就讲不行嘛 以前我有个同餐道友啊 他念小学 他常常对人家讲 他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 有一次啊 美国寄了一封信过来 那写英文呢 他看不懂 慧离法师啊 你帮我看一下 我说你不是大学毕业吗 这这么简单吗 他说你帮我看一下 后来就看他身份证 念小学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个协力也不是代表什么嘛 对不对 人家广青老师上没有念书也是一代的祖师嘛 六祖 六祖汇能大师他也没念书嘛 对不对 他也不必念什么大学研究所 人家是一代祖师 我们念博士也不行啊 念学学就告诉人家 我念小学嘛 中学就念中学 大学就讲大学 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嘛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讲大学毕业 而你念小学 你中间差距差了十几年的教育 那你不是每天要掩饰自己吗 你为什么要生活在这种痛苦之下的阴影之下呢 我婚礼法师我说不行 我不行吗 人家法师啊 你有没有证阿罗汉国 没有 甚至这没有啊 法师啊 你这个修行很好 我没有修行啊 是你讲我有修行的 我没有说我有修行啊 我们很平淡 很平凡 别人也不会看不起我们啊 对不对 我们讲我们不行 我们就是很平平凡凡的一个出家人 别人也不会看不起我们啊 我们从今以后就不必掩饰自己的缺点了 对不对 你正阿罗汉国 你就讲正阿罗汉国 威礼法师你正阿罗汉国 你表现一个神通 你飞飞飞飞给我看 我这麻烦大了 那麻烦他在叫你飞 阿罗汉会飞的啊 怎么飞呢 那麻烦大了 那我到美国去根本就不要做了 那号码七十七的 那做什么 做什么什么什么太航的什么 西北航空公司 对不对 飞去美国都好啊 还不免货帐 也不必几万块的飞机票 这个大妄语是很要不得的 一个出家会讲妄语 说起来是很可耻的 很可耻的 为了一点名利的老师 讲自己有多高端 我告诉你 你没有分辨这个法师 有没有修行很简单 你亲近他一天到晚 他赞叹自己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小心了 这跟档基没有什么两样的 扎财偏射 这没有什么两样的 如果一个法师 他跟你讲他很平凡 他依法 那你就值得亲近 那依法嘛 依佛要讲的法 那也没有什么话讲了 他很平凡 他不搞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就是佛法 佛法就在平淡当中嘛 有就讲有没有就讲没有嘛 这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呢 老师诚恳 入道第一根本嘛 说说说 见言不见不见言 见虚妄不识 这不可以的 第二 四十三页 其语 装饰浮言迷语 装饰浮言迷语 这个就是什么呢 专门讲好听话的 好听话的 这就碰到你能讲 讲个不停 讲个不停 浮言迷语 以前呢 我们念 师傅念冯甲大学的时候 住的宿舍 因为冯甲大学 大一的时候要住 住进这个学校嘛 那大二就要搬出去嘛 因为宿舍不够嘛 我搬去西安北巷 九十八号 那个地方 可是那一栋住了 有好几个 好像住了二三十个人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嘛 其中有一个 谈恋爱 就莎士比亚说 谈恋爱的人 拿你你就当他是疯子 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 电话旁边刚好 是在我的房间的旁边嘛 打起来公用的 每一次 在打电话来 打电话 每次讲那个 我都会发抖 爱之声 遮之切嘛 然后两个人 想起来 骂了以后 然后他又是讲的 我实在是爱你啊 怎么样子 他虽然遮得很小声 可是我都很脱听得很清楚 哎呀 这男人真不是好东西 乱乱讲 乱乱讲 好像在背文章一样 我看好像在演电影 演电影 讲的那个 那个女人死气活来的 哦 那个没有办法 好厉害哦 这高干 高干 那讲完以后 我就跟他念 那么小哲言说要死佛 跟他笑在那里面 很坏 他讲那个话 不实在的 那么小哲言说要死佛 然后他就瞪着我 那个女人啊 弄的那个女孩子 也不像样 每次从台中打电话来 台中 红酒大学也在台中嘛 他从台中打电话来 他怕我们不跟他传 他每次都说 我这里是长途电话 麻烦你接某某人 我们就知道 他就在台中啊 为什么要讲长途电话呢 对不对 他怕我们不跟他接 然后我每次都跟他 给他烙鬼 我就接到 每次电话 我的房间出去就是电话 我接的 然后就 某某人 台中长途电话 我拿起来 小姐你等一下 他说 你怎么讲 我这里是台中长途电话 我说 难道你不是吗 对不对 对不对 电子就扭到里 啊 这个 那个 台中是什么 台湾人说 什么 什么 十一股头就说 说不掉 说不掉 我不懂 四个人的 杂伯健派 福言 谜语 啊 讲的这个 天花乱醉 那就不好 是吧 厌取 情词 有音乐天分的人啊 有音乐天分的人啊 要小心 那天呢 有个音乐家啦 专门在那里演歌星的啦 他说 47岁了 他要赶快放弃了 他听了师父的六祖坛经以后 他发现 人生实在是 难道太难得了 他要修行 他要放弃 他两年就赚一千多万了 两年了 就赚了一千多万了 很有成就了 他听了师父的录音带以后 他发现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 他要出家 然后他要修行